除了靠科技 电影也要靠感动人心的内容 在今年上半年 国片Manga开出亮眼的票房 而下半年开始 又有九部国片要陆续上映 主题从爱情 亲情 到关怀社会都有 希望能够延续气势 再度带动台湾电影的热潮 面对父亲的死亡 三餐无以为继的他 该如何找到新的归宿 电影第四张画 反映出真实社会 在生命中缺少的孩子 要怎么学习 面对未知的未来 以前人家说 天不怕被靠北 原来靠北 真的是一件这么累的事 在戏里面 把这些仪式拍的 有的很好笑 有的又很严肃 那其实我们想要表达说 这样的东西 它还能够在台湾的乡间 保存下来 非常的可贵 而且它的确可以让 活着的人 有一种疗愈的力量 国片陆续推出 下半年总共有九部电影 准备上映 风格类型 从爱情文艺 青春励志 到社会关怀 各有特色 近年来台湾电影产业 开始复苏 让许多国片导演 重燃起希望 只是资金短缺的问题 在国片的制作上 还是存在 我们也觉得说 现在有一些投资方 他愿意去支持国片的 那个接触的机会多了 可是真正要实际投资的 其实没有变 还是一样不行 对 不过就算拍片环境 再艰难 这些导演人期望 在国片前级被看好的 实际点 延续气势 再度变成台湾电影的新热潮 借财林报道组台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